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三的凌晨 歐國聯分組賽同時展開多場激鬥 其中身處聯賽B組、D組的挪威將對陣塞爾維亞 目前雙方分鑊一議 所以本場比賽關乎聖班名額 彼此都不能掉以輕心 雖然上輪分組賽由前鋒阿寧夏蘭特首開紀錄 但挪威不但未能將勝果守到最後 而且還給斯洛文尼亞在下半場攻入兩球 最終球隊以1比2失利 所幸的是 就算挪威輸球 不過他們還是以微弱的優勢排名D組投名 而本場比賽 挪威將迎戰賽爾維亞 為分組賽投名展開爭奪 前者只要打和就可以升班 另外 由於未能成功殺入世界杯決賽州 挪威主要大賽就剩下歐國戀 而艾琳夏蘭特當然就是球隊的助推器 要知道 她近期在各家隊發揮出色 分組賽至今貢獻6球 送出一個助攻 而挪威5輪分組賽攻入7球 可以趕距參與所有入球 重要程度可見一班 憑著前方 阿力三大米道域大演武指氣法 加上中場薩莎勞結的埋齋 最終塞爾維亞以4比1逆戰碎點 值得一提的是 塞爾維亞首輪分組賽 以0比1失敗金將對手挪威 不過球隊之後未有氣餒 隨後4場比賽取得3勝1和的出色戰績 期間4將合共攻入11球之當 並成為本組火力最強的隊伍 當然 阿力三大米道域在陣中的作用可謂相當巨大 上輪對陣瑞典的武指氣法 是他在國家隊的第二次 至於自8月份英超開賽以來 富咸前鋒共衛球會和國家隊 在各項賽事中出場8次 累計攻入9球 個人狀態不足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 BG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